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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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門系學院呢 我學習到就是實踐 對 就是可以知道很多 但實際實行出來是最棒的 嗯 例如呢就是記帳 因為我 嗯 以往記帳的經驗呢 都只不會超過兩個禮拜 然後 自從上門訓的那個 財務自由的課之後呢 我就開始穩定記帳到現在 然後還有就是 QT啊以往那個實踐 都是只是看完 就寫完就好像過去 但現在我都會回去翻看 就是我之前寫的 後來有沒有做到 對 然後 還有就是那個 三明治的說話方法 就是像帶領團隊的時候 以往我都比較習慣就是 直接講哪裡不好 對 但是透過那個 三明治的說話方式 就讓我知道先講好的 再來講要檢討的部分 然後最後就是那個 十一奉獻 我之前連十一奉獻都覺得很難 但現在我可以比較穩定的 就是超過十一的奉獻 也真的明白奉獻的意義 就還有很多啦 但是就是最棒的就是 我上完課之後 真的有在生活當中 做出每一個我學習到的事情 然後有些可能漏掉 但是多做一點總是 比原本一開始什麼都沒有好 嗯 讀門訓學院兩年 我生命中 不好的一些習慣 都漸漸被斷開 那我更真實的 我的生命走在神的引導之中 在過去我其實都會 照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意念 然後去決定 各個大小的事情 那如今甚至我連吃飯 有時候都會求問神 欸我要去那裡吃 那神就會透過人 透過環境 甚至透過意念 會向我來顯明 那我如同有一次 在凌晨四點多的時候 就突然起床 然後就有一個聲音跟我說 嗯 起來用雅比斯的禱告 為自己來祝福 我就想說 奇怪 為什麼要這樣子 但我就順從那個聲音 我就又起來禱告 沒想到總那之後 就是我捆綁我六年多的 英雄聯盟 我就完全不想碰了 感謝主的帶領 透過進入門訓學院 接受裝備 因而帶下 極大極美的祝福 在學院的一學年當中 在聖經的一個真理的扎根 神幫助我在學習聖經上的 研讀更加的仔細 也養成我在每天 在讀經 禱告QT 一個好的習慣 也在遇到事情來臨的時候 神的話語很快就進到我的心中 讓神來帶領我做出每一個決定 在學院當中 我們每週必須要繳交 服務學習週報表 還有每天的靈修筆記 然後要神幫助我在牧羊上 可以實際的去光懷主緣 也幫助他們生命成長 在進入學院 最近我的小組姐妹有九位受洗 其中有我的學妹 我的同學 我的同事 還有我的大嫂 也看見他們生命逐漸的成長 他們也進入到教會的裝備系統 在學院當中 除了我自己個人的造就 在我的小組姐妹 他們也同盟造就 感謝主 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